剛才跟妳說 地震強度會因地而異 原則上是離正央越遠 震度越小 但這不是百分百 這一次台南大地震 對不起 高雄大地震 高雄大地震 好 上面的六 是一開始說那裡的震度最大 雲林草嶺 你看 離正央蠻遠的嘛 然後後來昨天 昨天嗎 六號昨天 昨天就要妳修正 變成台南星化七級最大 然後這一次台南地震之後 都不知道就給妳寫 會有什麼影響因素 有個叫潑船效應 就是地震潑的船地 其他有一個就是能量的船地 地震的破裂的船地 破裂的方向 船地的方向 這比較少人提到 再就是講到這個 船地效應 這一次台南高雄地震之後 台南倒的倒下來 大家在講這個 船地效應 以前是講台北的所謂的船地效應 使得我們會晃得特別凶 因為那個成績啊 軟軟啊 過來啊 波速變慢啊 政府變大啊 晃的時間變長啊 OK 就是船地效應 所以 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們不會考 什麼潑船效應 或者是藏指效應 我們考試只會考妳 離得越遠 陣度會越小 那比較特別的 我們就不會考妳 但是我們要妳知道藏指效應 這個是新聞的報導 是吧 因為台北是個盆地 你先講盆地效應 所以這個波 效應傳過來 這陰類 野塵 開始遙動 那這個遙動呢 就會往上傳遞的能量 可是它上面的這個船地層呢 它不像波動一樣 所以這個波動就慢慢是跟著謊 如果是 普直鬆軟的低直 碰撞船效應 鎮波水晶會拉長 也會擴大 產生不同頻率之後 所以造成不同傳統的災害 要是發生的很低 就像激人雪 陰塵就有點像這樣 杯子代表的是比較硬的低殼 水是比較軟的地質 當地震結束後 水還在波動代表的是 盆地能量難消 但地震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它能量又被圈在盆地裡面 它搖晃的空間 搖晃的時間又更久 有些專家已遇 台北盆地比下能量很多水 就像火動會固定一樣 當地震能量由底下往上傳 隨著環境的改變不同高度 就會產生不同強度的破壞 台灣會處於地震在場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感受到地震的影響 同歷史則要查看 雲章南最常有大地震 在這一塊比較硬 所以這樣擠的時候 能量會消散呢 就是很多變形就在這個區域 台灣會在板塊交接上 由於有飛冰板塊擠壓 後上左邊地質比較硬的北港高虛 兩個板塊碰撞就會造成南部地震頻繁 因此單就疲率而言 北部發生大地震的機會少一些 但不能忽視台北盆地會有的大麻煩 長矩效應 否則一個發生大地震後果恐怕 難以想像 借陳良章一約台北報告 這次地震完之後 一個叫做長子效應 一個叫做土壤異化 但是我們並沒有跟各位交土壤異化 自己上網查一查 但是那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好可怕 那麼我們台北人就是要注意 以前叫做所謂的盆地效應 我們會晃得比較兇 搖得比較久 比較有在媽媽懷抱你的感覺 晃過來晃過去 他剛剛講的布丁 我們就看看布丁 我們就看看布丁 他沒有那個聲響 他跟你用 跟你講 他怎麼回事 他沒有聲響 看那個字幕到底怎麼回事 很討厭 這是什麼 非常討厭 叫的 我喝一點點 喝一點點 一杯 兩個 最終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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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要你了解一下床子效益 我們是台北人 所以在台北地震的時候 我們就有很好的床子效益 我們就會搖得比較久,搖得比較大 所以你的房子要夠堅固 要注意到這個狀況 可是我剛剛講過另外一個是土壤異化 不過我沒有特別教 你可以自己上網找一下土壤異化的資料 OK